那大家都想听的就是台独大师 台独理论大师林卓水的看法 沉默到现在 他在他的脸书上都没有写 沈富雄忍不住去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沈富雄在哪里 对 板块换了 沈富雄忍不住 打了电话给林卓水 祖国论你怎么看 賴清德那是这样 对不对 台湾怎么不见了 賴清德在讲话 他以前每次怎么讲都是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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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了不起中华民国台湾 但这次祖国论里面 通篇没有台湾 沈大佬打电话给林卓水 林卓水感觉是荒谬 因为他一向反对 用历史观来界定 或是讨论一个国家的祖国主权 所以林卓水反对 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今天下午郭正亮 还有蔡正元委员 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也说 向来大家都是用国民主权来讲 很少用历史主权 特别是对民进党 用历史来论述主权 是不利的 我先请教一下岳老师 你怎么看 我们先聊一聊 这个赖金德的祖国论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它很荒谬 因为说是 这个荒谬有两种层次 第一个就是一听起来就很荒谬 一个平常来讲 根本都不承认这个 根本不承认这个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的人 居然会提到 又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提到中华民国 还比较他们的年龄 这个很荒谬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祖国的定义 没有那么复杂 不用打电话给台独大师 你只要打电话给我就好了 祖国就是祖先祖宗所属的国家 像比如说 这个根本跟历史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跟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不是说是多少年 或者说113年 或者说是75年什么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里面基本上讲的话 是个人的认同的问题 比如说我讲到这个祖国的概念的时候 我毫不假思索的 我今天跟我的同事在讨论的 实际上的时候 我在我班上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大陆来的学生 他不太敢承认他是大陆来的 我后来听到他讲 听到他口音的话 他说他是大陆来的 我说那就是祖国来的 这个祖国的意思对我来讲 个人认同来讲 是属于我的祖宗 我的祖先所住的国家 这个是非常简单 是你自我认知的结果 甚至于包含 所有的世界的华侨华裔 他们本身愿意强调中国是他的祖国的话 也可以 他也可以不强调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是像比如说 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没有提到中国是他祖国 或他不承认的时候 那基本上他就是外国人 赖清德现在讲这种话的话 把这个祖国的概念 拿来用时间考虑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是以这种 祖国都可以改变的情况下来讲 那这个是明显地得罪了 像我这种人 就是说 你说中华民国的总统 怎么搞了个半天 那你居然就 祖国是什么 你都不承认 然后另外一个话 你就是非常严重的 大陆听起来就很刺耳的 祖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祖国是和平的保证 这个康达说得非常清楚 就我们都是一个祖国 你只要一讲到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大陆人高兴得不得了 没人跟你讲什么 共和国这个概念 我先打算一下 因为祖国论 从这个礼拜六抛出 一直到现在为止延烧了很久 我们那晚报一路讨论 但是到此刻为止 民进党告诉大家 第一个祖国论很巧妙 它把中华民国论 把这个台湾论全部包裹进来 所以变成一个最大公约书 第二个呢 因为年轻人说实话 对于这个法律来讲听不太懂 所以比年龄大家懂你知道吗 我的年龄比你大 你怎么可能变成我的祖国 据说年轻人很听得进去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个人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个人的感觉 因为在台湾长期 我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我了解 我们的学生的话 对于这种问题的话 大家原则上都是避开 就好像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一样 都避开一样这种感觉 就是不愿意讨论这问题 但是我本身受到教育的话 我就认为说中国是我的祖国 大陆就是我的祖国 对我来讲的话 这个是没有 这个东西它本身来讲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民进党就是听到 很多的艺人 有讲这种祖国的话 因为这个话本身来讲 就是康德讲的 你赖金泽先讲说是 你自己绝不接受和平协议 谁要跟你协议 你自己都没有想过 这个祖国是真正的一个 的确确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它是它的模糊 它的恰到好处 它的那种精神上的认同 它那种国族的认同 都是非常明显 里面有非常多的层次 你只要说出来 大陆人他们非常高兴 我们也非常高兴 因为感觉到 这个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赖金泽 以及说我看了很多民进党支持他的讲法 认为他不得了 什么外国人说好 所以说好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从 都不是从中国人的角度 好 稍后我要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我要特别请教一下帅将军 我让帅将军来预测一下 你觉得明天赖金泽会怎么说 明天赖金泽也会给大家一个惊吓吗 昨天亮哥讲 这个美国大选都有这个十月惊奇 十月大惊奇 所以明天会是台湾的十月大惊奇吗 那另外呢 美国这个亚太事务住卿 出来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大家觉得这个对应的关系十足吗 打脸的这个意味十足 我不知道帅将军怎么看 那当然我要问一下 这个帅将军的看法 第一个 他的这个祖国论 因为那天在那个场合 大家都是期待听江汇的歌嘛 突然没头没脑 炸着一顿 然后又是很绕口令 绕来绕去 有点懵 他也没有讲的太多 所以被认为是个预告片 一个小菜 一个前菜 那明天呢 明天他会讲什么 基本上 明天讲什么不重要 他的基调已经很清楚了 那只是明天在 明天的文字上 是不是要委婉一点呢 还是要更激烈一点 就是分量上的调整 我跟各位讲 祖国 它是来自于血缘 这是最重要的是血缘 第二个是文化 那这个 大中国的理论是几千年 几千就有 那中间这几千年唐宋元明清 那就是朝代的国号的更替 轮替 那现在两岸的问题就是轮替还没有完成 你在那边用的国号 跟这边用的国号不一样 但是这个问题 轮替就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历史上最多的 灭了你这个国战争武统 一个那是合同 合同有没有例子呢 有 你去看看宋太宗 宋太祖啊 赵匡英 他串了这个北州的位 但是对北州的皇室跟这些都没有 不流血的革命 而且还非常遵从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合同还是武统 这是我们 由我们来选择 我记得习近平讲过很多次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当台湾就不承认是中国人 那你就是外国人 那打起外国人来 他会手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讲很现实的问题 军队打仗 当两军打起来撒红眼的时候 谁知道你是脸上磕了台独 他还是没磕了和平统一的人 没有啊 我们常常上这个节目就认得出来了 这个那是你的脸 常常上电视了 真的战场上解放军看 我也很怕 解放军会看你来做区别吗 炸弹炸下来的时候 他还分这个破片不杀你吗 不要做梦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要面临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就是处在这个要轮替不轮替的时候 怎么样来谋求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为什么我说断言他明天不会改变 那基调就很清楚 最严重的是什么 你不签和平协约 就是决心要战了 那任何和平谈判都不可能存在 对不对 那两国论还是比较暧昧一点 对不对 那因为昨天那个话听起来就 那个国庆晚会听起来绕口令 中华民国年纪比较大 他成了比较晚 对啊两个国家的国号还存在 就是我讲的 历史上他这个朝代的轮替还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怎么样能够兵不学忍 能够解决一个和平的一个方法 这是切身到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 跟这个所有的东西的一个保障 能够 他们可以找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